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中银香港2388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原因 是美国十年期债息重上三厘 加息预期回升可能利好本地银行股的表现 美国加息持续推进 香港银行与业策息开博将会跟随 预期利率上升初期对本地银行股盈利最为敏感 股份看好中银香港 随着香港由五月份至今 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有最重启社会及经济活动 摩根士丹利早前引述中银香港 预料今季的正息差可以持续改善 另外由于预计香港拆息上升 将会落后于美国加息 利率上调的好处 预料会下半年开始显现 而手组费收入方面 中银维持今年手组费收入正增长的目标 不过就说仍然都需要取决于整体市场状况 花旗就估计中银今明两年的正利息收益率 分别是1.17厘和1.44厘 按年升0.08厘和0.27个百分点 由于正息差扩张 市场看好中银香港未来盈利上升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中银2022到2023年 盈利将会恢复增长 按年分别增加1.6厘和2.2厘 去到283亿和344亿 股价走势方面 中银香港形态上 继续沿着3月份延伸以来的上升轨向上 3月至今累升大约8% 对比期内恒指跌了超过5%的表现 中银走势明显强过大市 策略上建议等候30元附近级南首站 先看2月份高位32.75 主要大行给他的目标价平均大约35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跌穿28元就止洩 中银预计未来派息率会保持在四成到六成 直到范围内 彭博预料中银今明两年预测息率是4.40-5.50 跑人同业